但是走到了一半,他就不見了 抱歉,我們的確實人是失敗了 對,對,他可能會在這裡,我不知道 變得我只好自己去找各個民作 其實有點小生氣 去年七月,我趁著去義大利比賽的機會 去了夢想中的巴黎 體驗了八天夢幻般的生活 義大利的部分在球隊回台灣後告了一個段落 但我天生背骨仔 所以我就留在歐洲 然後準備去法國一趟 我現在要從義大利坐飛機到巴黎 有些一趟新的旅程 義大利到法國我訂了EasyJet的機票 它是歐洲的聯航 但其實訂起來真的沒有便宜很多 行李跟其他東西加一加 其實一張票也要七千多 好生氣啊 而且我多加一千塊升級到第一排的座位 腳也不能升值 後來到法國 我從機場叫了Uber 到我的Airbnb住宿 途中看到風景的時候 就有一種 欸,我在法國欸 我真的來了 的這種感覺 到了Airbnb的地方 心裡很忐忑 但還好這裡的House人很好 也陪我聊天 我問他關於法國人是不是都不太講英文這件事情 他說從他的經驗來看 比較多人是不太會講 然後覺得有點害羞 他們不是不理你 不行,這裡真的太漂亮了 巴黎真的好美喔 整個街道都是 都是世界遺傳 才沒有人亂講 到了巴黎的第一天晚上 我聯絡了以前中國交換生同學 他帶我去他喜歡的餐廳 叫做Lawface 他跟我介紹的這間店厲害的餐點 就是威靈頓牛排 你小心你的那個手機的那個 這個真的太好吃了吧 我這輩子還沒有吃過威靈頓牛排 吃了一口 幹我的天 這真的是我人生前三的食物 其實我以前跟我同學也沒有到非常熟 但是好像在法國 人就變得很愛聊天 吃完飯 接著他就說他要帶我去塞納河畔走走 欸塞納河畔耶 那裡是夢寐以求的地方 以前都只有在電視電影和課本裡面看過 現在居然可以直接看到 心裡真的很爽 然後又看到了夜晚的羅浮宮 我直接跟我同學說 欸我真的在這裡耶 這附近的建築被橘黃色的路燈 秤出一種很神秘的姿態 光用看的就可以觸動到身心靈的感覺 整個人被埋在巴黎的街頭 覺得自己好想 後來就搭地鐵回到了住處 洗洗碎了 現在已經晚上12點了 然後我在巴黎的街道上 巴黎其實蠻冷的 現在要回去住宿的地方 就這樣吧 Yeah 第二天我用之前訂的羅浮宮快速通關 他會有一個類似導覽的人 帶著一票遊客 直接進去羅浮宮 我現在參加這個羅浮宮的那個導覽團 這個就是那個金字塔底下 結果原本這個導遊他會講解一小部分 但是走到了一半他就不見了 Sorry 我們的真正男人是失敗了 Yeah 他可能在這裡 我不知道 變得我只好自己去找各個名座 其實有點小生氣 不過羅浮宮真的很大 其實如果要認真看的話 可能要花一整個禮拜 從早看到完 所以我就是直接衝名座 這條其實走就可以看到蒙哈里沙了 在裡面這個就可以了 排隊要看蒙哈里沙的人非常的多 整個蒙哈里沙廳有點像是玩到最後貪死蛇的排隊方式 繞啊繞的 大概要排個20分鐘才會到最前面 如果你覺得你不夠被重視的話 你想想蒙哈里沙廳的其他話 這才是不夠被重視的 這已經是我跟他最近的距離了 我排了兩次 第一次很認真的請別人幫我拍照 還有自己自拍 所以沒有好好的仔細看 後來覺得好可惜喔 所以就去排第二次 直接站在面前跟蒙哈里沙四目交接 直接高潮 結果一出蒙哈里沙廳 就是蒙哈里沙的紀念品區 我花了125歐 把各種蒙哈里沙帶回家 來玩紀念品 然後看完蒙哈里沙跟導遊完全脫隊 所以我就要自己逛囉 再來其他民族像是自由領導人民 或是米洛的維納斯 我也都有看到 很開心 後來跟裡面一些坑坑的畫作 拍照 我也自得其樂 如果有時間機會的話 我一定還會回來 這邊有個小插曲 我在羅浮宮的星巴克點餐 我跟他說我叫Andy 他講Andy 然後另外一個Cinema Road 他寫Andy 去完羅浮宮我就走去看凱旋門 凱旋門在鄉階立舍大道上 這條路好長好長 走得有點累 我剛剛在找廁所 對 然後其實整個巴黎都沒有要跟你上廁所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 但是他其實好像手排掉的 沒有鎖的 然後尿完尿就趕快出來 不然我憋了好久了 下午的凱旋門 有種被陽光捧著的感覺 彷彿從肉眼就能看到他存在過的輝煌 也是請路人幫我拍了幾張照片作為紀念 其實很難想像這麼一個狂然大物就在市中心 而且就是在尿錯的地方這樣 真的很大很漂亮 這天晚上我有訂一間餐廳在凱旋門附近 於是看完凱旋門我就去這間店 叫做 喜歡吃牛的我又點著牛排 然後一份手作泡芙 吃牛排的時候我真的有點生氣 我點五分手 結果他的五分是左邊十分右邊零分 一份還44喔瘋掉 不過手作泡芙超級好吃 泡芙裡面夾著香草冰淇淋 然後還有巧克力蘸醬 泡芙的外皮真的是輸到我要認輸 所以我也沒有對他們的牛排生氣了 我這天的行程結束得早 因為逛完羅浮宮走向世界力捨大道 讓我這天的步數超過3萬步 累 我真的累 回到了住處我寫了明信片 在陽光還沒完全退去下 我慢慢的睡著 隔天早上的行程是去逛凡爾賽宮 但是凡爾賽宮他其實不在市區 所以就要搭地鐵再轉火車過去 他的火車到出發前3分鐘才知道是哪個月台 所以其實在等待的過程中心裡是非常忐忑的 但從來之後好像擔上對的火車不確定 下火車之後可以選擇搭巴士大概20分鐘 但是呢其實走路在Google上面顯示也差不多20幾分鐘 所以我就選擇用走路的 一言不合就開走 Google上面寫20多分鐘的路 我走了10分鐘就到了 我敲掉 我敲掉 之前就有聽說凡爾賽宮是一定要來的地方 而且排隊的人可能會非常多 所以我之前就有訂了凡爾賽宮的早餐 加上快速通關 大概2,600台幣吧 不想排隊就是要花大錢 這裡的早餐要從凡爾賽宮入口處 左邊的一間餐廳叫做OR1 這裡蠻漂亮的 好像在皇宮裡面吃早餐的感覺 但是真正的皇宮早餐一定比我吃的好啦 講廢話 吃完早餐之後準備進入凡爾賽宮 總算是進來啦 凡爾賽宮如果要正正逛的話 也是要逛個8、9個小時的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就是好好的逛 來嘗試夢 對 好 我先請亞洲女生幫我拍照 這裡沒有騎士或是什麼的 但是亞洲女生拍照真的是比較好看 凡爾賽宮人好多 大家都想看看路易十四過著公溫 富麗堂皇的生活 各種畫作和雕像試著呈現過往的輝煌 但似乎只呈現了一向那的片刻 這邊有讀過我這幾天而生沒必要 總變中國槍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進攻 非常漂亮 上午的陽光從窗戶照進 透過好幾面鏡子的反射 讓整個宮裡沒有一絲陰暗的存在 太扯了啦 這真的太漂亮太扯了啦 其實從這個進攻就可以知道 路易十四當年是有多強大 就是花了超多錢然後再整修這些東西 蓋著物理會也好 但是活力又很強 就是我覺得這輩子也要來看看一次 看一次之類的 整個凡爾賽宮其實就是一間博物館 有很多的畫作和物件 非常值得來逛逛 但我準備逛凡爾賽宮的後花園的時候 突然下起暴雨 沒辦法我也沒帶傘 所以就在回樑下躲雨 我以後出門會看跡象 我以後出門會看跡象 我覺得我意志力都堅強 剛剛那個在賣雨傘的人 我沒有跟他買 而且好像會賣很貴 所以我就是對我很爽 我很帥 帥 很帥 帥 好回去囉 離開凡爾賽宮之後 我就在這附近晃一晃 因為離火車出發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就找了煎咖啡廳坐下來 因為凡爾賽宮其實也花了一整天再走 就真的很累很累 所以真的是需要有地方可以休息 後來就搭這火車回到了市區 這天是週末其實沒有什麼電開 在市區裡面我去逛了馬黑百貨 好像也不是那麼好逛 所以我只有買了一罐茶 這天晚上跟以前認識的交換生同學約好 他要帶我去吃法國的鴨熊 真的是讓人很期待的異產 但是還沒到我們約好的時間 所以我到附近的公園慌慌 在盧森堡公園 不用錢的廁所齁 真的很讚 大家如果要來不用錢的廁所 可以來盧森堡公園 是有女神耶 這好像是送給美國之前的一個demon 跟美國應該算是同一隻啦 應該是啦 我不知道 姐妹 逛完了盧森堡公園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就慢慢走到我們約好的餐廳 這些叫做 好像是連鎖的 我們除了點鴨熊之外還點了蝸牛 對 就是法國人都會吃的那個蝸牛 第一次吃蝸牛 剛好吃到 就是一個奇怪的口感 有點像羅肉 但是它的草味很重 所以它有一股草味 其實有點土味 然後甚至有點土 我覺得很像核鮮 就合理的那種水產 我跟我同學就住在這間店的外面 看著沿路的風景覺得愜意 然後也體會到了法國這種在路邊吃飯的感覺 看著街景 聊著天 好像就可以過一整天 吃完飯後大概是八點 法國的天色還是亮的 我同學就提議說 帶我去愛菲爾鐵塔看看 鐵塔真的很大 在剩一點點的日光下 愛菲爾鐵塔看起來是淺棕色的 不突兀的助力在那邊 來這邊就是要唱那一首歌 在東京鐵塔第一次 搞病的是東京鐵塔 就是巴黎鐵塔的鋼門 晃到了晚上十點 鐵塔開始發光 遠遠看去就像是會閃的小玩具 蠻可愛的 之後就跟我同學道別 半水的今天早上的粉額賽工 以及晚上鐵塔的印象 我回到了Airbnb 然後睡去 隔天一起床 我用Google Map找了這間麵包店 去買了麵包來吃 它裡面這邊都是蘋果蜜 就是這樣裡面其實都是蘋果蜜 這天是我在法國巴黎的最後一天 我就想說該把明信片記一記了 在郵局買郵票 六張郵票花了二十分鐘 這裡的郵局動作很慢 我只要買個郵票就等了二十分鐘 後來就去了澳塞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的人好多 非常的熱門 所以我早就買了這個快速通關的券 不然的話我就要跟這些人一樣排好久好久 這裡就是澳塞美術館 好大、好漂亮 反常有飯谷、莫內、夏考爾等等知名的畫家 但是我來這幾天飯谷的自畫像借給荷蘭 我真的是要氣紮鍋了 但其他的話也都還是很好看 我好喜歡花好多時間在看這裡的話 同樣的這裡的話可能也要花個一個禮拜才能看完吧 澳塞美術館裡面有一間很棒的餐廳 人很多想吃還要排隊 因為這邊真的很漂亮 我點了一份牛肉、馬鈴薯還有檸檬塔 牛肉超嫩而且很香 馬鈴薯本身用了牛奶還有橄欖油去調味 還不錯 其實它這邊沒有賣很貴大概賣20歐而已 在這邊的餐廳算是便宜的 檸檬塔超好吃 它上面的檸檬奶霜還是蛋白奶霜我也不確定 反正就是我覺得法國的甜點真的是超屌 很好吃耶 因為它這個檸檬塔真的很大、漂亮 滿酸的 然後上面的鮮奶油其實也有點檸檬的味道 在餐廳吃完飯後休息一下我就到了巴士迪廣場 對就是那個法國大革命公盡的巴士迪 吃了好多叫不出名字的食物 然後吃了這邊的馬卡龍 想出一隻馬卡龍挑戰 我現在要進入馬A區進行馬卡龍入口 但是覺得節奏好像不適合放在短影片內 所以就作罷了 我總共買了五間店的馬卡龍 一顆價錢都在2歐到4歐之類的 好的 現在已經買完了 現在已經馬卡龍富翁了 後來五間我都吃完了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到讓我那麼驚豔 因為在台灣其實可能都可以吃到這些味道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選錯店 或者是其實有更好吃的店我還沒買到而已 這一天結束得很快 可能是因為去了美術館吧 回到了飯店整理行李後就隨區了 到了法國的第五天 我搭著法國航空從巴黎飛往馬賽 我真的好喜歡法國航空喔 飛國內線價格不貴 而且還附餅乾和飲料 空氣的人也都帶著微笑 比easyjet好很多 於是到了馬賽 就開始了我的南法之旅了